我們來問一下這個美玲 還有Terry 美玲這個意氣用事的故事 還有指數 大概給大家5分 這件事情其實就 就是三級警戒的時候 大家可能沒工作都在家裡 那我們在家裡的時候就是 進行一些 比如說大掃除的工作 就會有很多斷舍離的事件 那時候就是她在整理客廳 我在整理房間 想說 感覺這個時間 理理外外整理一下 還不錯 然後我就整理了 有一個小抽屜 裡面有一個小箱子 這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也覺得 不知道是什麼 我就很好奇拿起來開 我想說不是我的 那就是她的 打開 這好像是之前租屋的一些 幹嘛不丟 然後再往下翻 還有一些舊東西 舊證件 相片 好奇了 我就拿起來翻 一張 兩張 三張 四張 五張 都是跟其他 不同女生的照片 TERRY TERRY 錢花拉雲公園 拍貼 以前很流行拍貼 我說 結婚幾年我都不知道 有這些東西 而且我都沒留 你留這些東西 這是跟他潛力 憑什麼 過程 看到之後 大概有五分鐘 我不知道我在幹嘛 拿了我就丟 抽屜的東西拿了我就丟 垃圾袋 這麼大一個 就全部這樣丟 那種大黑垃圾袋 抓了就丟了 對 我也沒分類 我就丟了 丟完之後 就很開心 我就覺得 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大掃除 此時不丟更帶何時 對 我就丟了 然後丟完之後 我也沒問他 然後當天晚上 我就開始在整理我的東西 早早早 我的手飾盒怎麼不見了 然後我就發現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因為我以前在當護理師的時候 我買了一個名牌的項鍊 一個相思痘 那是我領第一筆 就是護理師的薪水的時候 買給自己的一個禮物 那很有紀念意義 不會吧 我該不會在那五分鐘的時候 就把它扔到大黑垃圾袋 跟著他的潛力扭 一起進去 相思痘也沒 對 相思痘都不見 然後我又不敢跟他說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又說我出門一趟 然後你要去哪裡 我去買個東西喝這樣子 我就去 想說跟他說我去便利商店 然後下老的時候 我又跟那個警衛室 我說可以趕快幫我看一下 垃圾箱嗎 然後我一進去垃圾箱 滿 全部滿山滿谷的大黑垃圾袋 我說 去啊 我要從哪一帶開始早起 然後又都是味道 然後我想說完蛋了 所以妳就在那邊翻垃圾 我就翻 可是我不知道從何早起 後來 要這麼多 我最後就 只能在上樓 我就跟他說 爸爸 我可以麻煩妳 幫我去找一下東西嗎 因為我不小心把東西丟了這樣 所以我最後就是還是 把它抓下去 然後半夜我們兩個在那邊 挖那個垃圾袋 但最後還是有找到 可是最後還是搞到 全身都是垃圾的味道 所以項鍊找回來了 那全女友的照片 也失而復得了 沒有 妳在什麼點子 為什麼 為什麼會把全女友的照片 而且還放在箱子的對底層 還有小盒子 還好幾個 是戰利品嗎 這兩個盒子 其實那個就是從我大學宿舍的時候 因為以前就有那種 你知道 以前流行拍貼 然後有時候我們跟到泡沫紅茶店 還投幾塊那個 星座的那個紙條 其實那都是小小的回憶 其實那時候宿舍搬的時候 我就放在那個箱子 那些都可以 現在是說照片 對 妳不要在那邊 沒有無焦點 沒有無焦點什麼 什麼星座的什麼 妳要放那些基本都可以 這個就不能留了 現在是說 我們要怎麼留跟前女友的照片 沒有 就是都裝在那個盒子 所以我們那時候宿舍搬家 然後到買房子的時候 它就我都沒有動 就整盒就這樣搬過去 因為我放在那個櫃子是 我們有左邊三個 右邊三個的五斗櫃 我怎麼想要 因為右邊的 它從來都沒有動過 從來都沒有動過 我怎麼知道 它那天哪根筋不對 就給它翻開 其實它 我老實說 如果它沒有翻開的時候 那一天如果沒有哪根筋不對的話 你就每天半夜三點 再回味那些照片 真的 沒有 我跟你講 它如果真的沒有打開 我還真的已經忘記那個 那個照片在哪裡了 就繼續放四十年 對 可是就放 也就不會去動它 重新打開 記憶 不過真的很 因為很尷尬的是 後來我進到房間 我就發現說 那個抽屜打開了 然後我就說 那箱子不見了 那一定是它丟了 可是它又跟我講說 它東西又不見了 然後我那時候覺得 又好氣又好笑 因為它又瑕疵說 你看 你看以前跟女生的照片 然後 他說好 那我就去幫你撿 我就去那個垃圾場 你知道那陣子 剛好又是禮拜六禮拜 因為我們社區是那種 大人垃圾 一打開 天啊 我還這樣一袋一袋 這樣拿下來 有時候還有那個流湯的 有 還有一些 因為有的沒分類的 軀 然後我就翻開 然後就找到它那個相片 找到那個相片的時候 就看到我那個拍貼的鑰匙 先這樣 咚咚咚 然後就掉在我腳邊 然後我本來想說 光美是 這很美濃 我本來想說 都已經翻那麼久了 然後就找一下 可是後來就是 因為很髒 然後想說算了 就乾乾淨 那如果沒有很髒的話 你會撿起來對不對 如果你沒有注意它的話 就一張又藏 又藏回自己的膀蓋裡面 而且會藏在更隱密的地方 所以那些照片 就沒有撿回來了 對 我後來再整理 按照我對男人的了解 每年回去檢查一下 你們天花板 砍燈的縫裡面 沒有 因為後來 真的我就翻完垃圾的時候 真的有看到那些東西 可是後來那時候就算了 沒有 可是我 我幫她講話 其實因為我是巨蟹座 所以我對有一些 就是可能有屯物症 就是小時候的東西 就是會特別 那你的前女友照片藏哪裡 不要丟掉 全部丟掉 還有嗎 我都還有看到過 丟光了 我都很紅 自從認識她之後 我就發現說 這東西不能留 她丟了就算了 但是基本上 如果是讓我選的話 我會把它選留下來 但是其實沒有特別的 沒有對她有特別的情感 不是藕斷絲連 只是 沒有 就放著 可是因為小時候的回憶 就像我20年前的第一支手機 我還是留在現在 其實它是個垃圾 它完全也不能打不開 但是我就是會把它留著 對 我那個盒子裡面 還有BB扣 對 會 就是不是只有照片而已 是很多東西 所以你保留的是回憶不是情意 是回憶而已 是回憶 已經沒有情感的因素了 也過那麼久了 還好 我丟了 沒差 對 丟了就丟了 算了這樣了 舊的不去 新的不來 就是這樣 那維麗老師 那她不是是爬蟲類還是 我覺得這本來就是一個 女人的一個特徵 很正常 對 很正常這樣子 反環都知道 但TERRY有一件 可能要想的事情 這第二件 我覺得遠勝過第一件那個事情 今天我們在錄影當中 她老婆就在她旁邊 她竟然說她要結這個婚 完全是因為 拖出去 幾分 而且她舔不知子 竟然還敢說這個事情 只有幾分 舉出來 只有兩分 兩分 對啊 兩分 其實 TERRY真的沒在怕 對 真的 怎麼會這樣子 應該說這個小小的典故 其實不是 因為在我在認識她之前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從以前交往的女生 年紀都比我稍長 那時候我就認識 我的前一個女朋友也是 也是大我四歲 那時候因為女大男小 她因為工作能力 或者說是一些 射精地位也比我高 然後講話脾氣也比較硬 跟她在一起的過程當中 我媽就常常就會覺得說 我是不是都聽女生的 都大小聲這樣子 她覺得說 女大男小子這個組合不好 當然我前一段戀情 也就是不歡而散就結束 後來又因為跟她在一起 就是又認識她 然後也是剛好年紀 也是大四歲 又剛好四歲 又剛好又是大四歲 我媽就會給我一點建議 她就覺得說 第一個再來是 我又是跟圈內人交往 因為我媽媽很單純 從花蓮嫁到台北 她其實對演藝圈的女生 她都會有一個 就覺得說 會不會是 可能比較不定 複雜一點 會不會跟你上一個一樣 以後你就變 幾乎是一樣 對 年紀比你大 然後成就比你好 結段的比你多 好可憐 那這個婚 你還覺得算 對 她就覺得說 會不會就變 好像是吃軟飯這樣 會變小白臉 可是有時候我們男生 你知道胡群勾擋在一起 會講 你最近跟誰在一起 女大男小 男生就很喜歡數落 而且那時候還跟那個 就大哥 張克帆 克帆哥 那時候 Terry 你那女朋友說 大四歲 我跟你講 哥的經驗 是一定分手 你就不會有結果 你哥的經驗你也是會分手 我也比較會比我大的 每天被他當歸孫子 一直罵一直念的 對 就是會受到那些弟兄們的影響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就是有點 只是要爭一口氣 我說好 那我心裡面告訴我 我就跟他結婚 而且我還可以工作 我還可以養家 我還可以買得起房子 又不是聽他的 又不是人家說的那個小男人這樣子 對 然後後來就是 也是有跟他 就是後來結婚的時候 我就會把 比方說我們的那個什麼結婚證書 或是我們那些東西 傳給我以前那些胡群狗擋 我們看 就是好像一昧的證實說 你看 我當作義氣用事 我沒有結這個婚 我今天會有兩個小孩子嗎 我今天買了房子 而且我 我買了房子 還是買我太太的名字 可以吧 感人 哪裡是小男人 真男人 對 就是那時候 覺得稍微有點太在意別人 所以當時你是厭不下那一口氣 就是人家不看好 對 人家不看好 我硬要結給你看 其實你並沒有那麼愛美玲就對了 不是啦 人家是真愛 不要扭曲了 不是就這個意思嗎 沒有 不是 就是要結給人家看 我就拚了 沒想到結下去也結對了 對 對啊 結下去是對的 我後來是把那種 男生的話 化主力為助力 對 結婚也是一個衝動 倒不如就是把正向 負向 一次來就給他衝下去 我們夫妻常常吵到要離婚 可是為什麼我們沒有離 你知道嗎 也是厭不下那一口氣 但是我們結的時候 也是很多人不看好 我那時候 那時候我們都常常上某節目 大掃盤的節目 每次票選說誰會最快離婚 我都第一名 高居第一名 會最快離婚 好笑囉 當時投我會離婚的 都先離了 你這樣笑人家對嗎 好啊 他們當時投我票說我會先離婚 好 所以每次起心動音的時候 就用加這口氣 對 不要讓人家看笑話 我就不理 怎麼樣 然後經過這麼多年 當然我們感情就穩定 就成熟了 都是把年紀大了 根本不會理了 也是義氣用事 就為了耐口氣 一定要撐住 對 很好 可是這樣子也很好 不過確實也是 因為剛開始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因為她年紀小 然後媽媽就會擔心說 妳教一個年紀那麼小的 會不會各方面都不穩定什麼的 可是還好她就是有一個優點 她各方面其實都比我成熟 反而是因為她的成熟 就是讓我可以跟著她一起往前推 因為如果當初沒有她的義氣用事的話 我真的覺得我不知道我現在還在哪裡 衝動啦 對 妳還是真的 感動耶 真的恭喜妳 對啊 所以就是 可是剛剛我還真的不曉得 她內心有這一段掙扎 因為之前都是她說什麼 然後我們討論過 我覺得OK 那我們就做 但是我不曉得 她中間有這麼多的掙扎 但當然同時也可以證明說 其實某種程度上 義氣用事還是有她的一個 好的成分在 對 其實在我們心理學上有一個名稱 正好就符合Terry 就是昇華兩個字 也就是說 對 我知道自己不行 但是因為我不行 所以我要更努力 我覺得人類的努力的進步 就是來自於這一部分 所以其實看到這邊 終於找到有一個 人類腦的出現了 對 對 最高階段的 對 看到這個階段 終於首次出現人類腦了 真的 出現人類腦了這樣子 但你能夠在這過程裡面 從爬蟲 慢慢的去學讓人類 怎麼樣在婚姻過程裡面 互相去 讓你的潛意識 能夠壓下來 我覺得這樣才能 往前更進一步 我們人類其實社會 就這樣進不來的